好我們看一下題目 C之14 D卡提方程式 那他已經給我們一個Y1T等於2 這就是給我們一個特殊解 好那真正的題目在這裡 Yprong等於-2 -Y加Y平方 好 那我們知道D卡提的方程式是這樣子Yprong AT BTC Y平方Y 然後 我們就把它畫成 跟這個一樣這樣等一下比較好算 Yprong這個就Y平方放在這裡 這裡就-Y 所以這個AT就是1 BD就是-1 CT就是-2 好公式要背 公式就是這樣子 Dprong加上這個東西 等於-AT 好我們就寫下來Dprong就寫下來 2AT A是1 所以2乘1 T是什麼呢 好 這個Y1Y1是什麼呢 2 所以就212 Bt呢 Bt是-1 所以22得4 4-1等於3 所以就變成Dprong加3G 這裡是-AT A4 A是1 所以就-1 好 那就很簡單的得到這個一階的 線性微分方程式 Dprong加3G 等於-1 我們一樣我們用基 積分因子來把它積出來 好這個Pt就是3 所以只要把這個3把它積出來就好 所以他的 積分因子就是1的3T 好 那就他的解 解就是G等i分之1乘以這個 積分因子乘以這個 Gt 再加上這個C 好 那 I的話就是1的3T 那 Gt是-1 所以變成-1的3T 好那我們把它積一下 積一下這個 1的3T 一樣造型1的3T 但是多一個3所以要 乘以3 3分之1下來 好那就 把它乘開來 這個3T 這個3 一個-3T 一個正3T 剛好約掉 所以得到-3分之1 加上這個C長數向乘上來 得到這樣子 好那最後一定要怎樣子 記得就是 要把它還原回來 Y等於1 加上Y1 這個要背起來 不然你才能 才有辦法還原回來 好 那我們就寫下來 Y等於 就是 這個的導數 我們就整個括號導數 Y1是多少呢 Y1這題目給我們的 2 帶進來 好這樣就結束了